台海局勢相當緊張 大家都擔心要開戰 連我們當兵義務役的四個月 都考慮要很快的時間之內 要變成一年了 台灣局勢如此緊繃 然後我們的國防域上 也用到緊繃了 所有東西通通都是最大規模 沒有想到現在外交部告訴大家 他們編了大概有18億新台幣 要幫助烏克蘭來做重建 當然幫其他國家重建是好 但幫烏克蘭到底值不值得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當我們自己都危險了 我們還有餘慮去幫別人嗎 第二個烏克蘭你幫了他之後 他的政策會大轉彎嗎 他之前是親中了 還幫中國在軍備上面 做一些這個準備工作 當然現在最近的局勢有點變 只是我們這個錢 到底有沒有花在刀口上面 外交部的這個 下年度的這個預算 總共304億 做國際的合作跟關懷 今年原本只有編126.8億 明年就編了144.3億 那增加了幅度增加13.8% 是外交部所有的預算 明目裡面增幅最多 那國際關懷這一個 今年是本來3.72億 明年21億 暴增 暴增這個大概四五倍以上 那當然這個18億的預算 是要幫助歐美國家 跟歐美國家一起駐烏克蘭重建 只是我很好奇 如果真的兩岸開戰 烏克蘭會挺台灣嗎 當台灣要重建或需要武器的時候 烏克蘭會把武器運過來 烏克蘭會幫我們重建嗎 我們直接建交好了 為什麼不直接建交 烏二戰爭 其實我們在更早五月的時候 外交部就已經宣布了 要針對烏克蘭五個城市 做1.7億元校園的援助 台灣對烏克蘭援助 580噸的物資捐款也超過了 這是民間的 我剛剛講的教育的1.7億 那個是外交部給的 所以我們給他援助很多 歐加恩說人機幾機 人膩幾膩 但重點是當我們膩的時候 那對方會來幫我們嗎 同時間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居生們有一個宣布 說加帶對俄羅斯的制裁 所以這些石油 我要把俄羅斯的石油原油 我要把它設一個價格的上限 結果俄羅斯說我根本就不怕你 北溪1號 你最害怕的北溪1號 我直接把它砍斷了 而且他理由說什麼 因為管線漏油 什麼時候恢復 他說你要問西門子 那更吊詭的是 西門子被記者問說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委託 有漏油的事件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變成是一個鬼打牆了 變成一個無頭冤案了 結果這個消息一宣布 歐洲的天然氣價格暴增30% 歐洲的價格本來就很貴了 賓哥 亞密你怎麼看 我們先講這個18億 就是你知道今年我們比如說 最近一次去援助國外 是100萬美元給阿富汗 阿富汗因為它有地震的震災 我們外交部宣布就捐了100萬美元 給阿富汗做重建 如果今天明年 如果按照用美元來計算的話 給烏克蘭如果是18億台幣 大約是6000萬的這個美金 那這個我覺得 比起我們給一般國家的這種 比如說按照什麼風災 颱風 這個是確實是一個很大筆的經費 但是如果跟今年我們援助烏克蘭 其實也就多一點點 今年我們包括這個募款的 包括這個外交部自己捐的 可是募款的跟官方的預算 其實不能這樣相比 對 沒有錯 而且不要忘記 我們今年還鬧了一個笑話 就是我們要捐什麼 600公噸的物資過去 人家不收嗎 不是 運費要2億 對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 還有運費的成本 那這個我覺得 後來運費的2億是誰出 外交部 就是用這一筆國際關懷的 可是以我們政府官方的來講 是暴增 其實不是相等號 是暴增 這當然 對 那我覺得重點是我們 去援助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 我們講得很好聽說 我們是配合歐美去協助烏克蘭重建 但是歐美援助烏克蘭的金額 大概是我們以美國來講 美國今年就已經援助烏克蘭 超過500億美金 那如果跟我們明年這18億比 大概是台灣的1000倍以上 那我們這一筆錢對於烏克蘭 其實是影響很小很小 可是我們是不是想要增加我們的存在感 做所謂的大外宣 只是拿來告訴全世界 我們在這一場這個烏二戰爭 我們沒有缺席 我們也支持了這個烏克蘭 然後明年可能會有更多的國家去報導 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現在外交部 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所謂的國際宣傳 我想這個效果會遠高於這個實際的幫助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這筆錢捐給誰 用在哪裡 有沒有監督的機制 大家不要忘記烏克蘭 俄羅斯都是我們歐洲最貪腐的兩個國家 所以我說未來即便你要去做這個相關的重建 後續如何把相關的進度 比如說有一個什麼這樣的 比如說一個第三方的國際組織 然後透過他去做這個相關的建設 比如說是建立一座教堂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目標 把這樣的一個事情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比這個什麼多少錢 這個花多少的這個時間還要來的重要 要有一個具體的目標 那至於什麼什麼建交什麼 那不可能 現在烏克蘭跟中國大陸的邦交都還存在 所以我想目前看起來還是一個比較 是幫外交部長做他的個人秀的機率比較高 就像今年吳釗燮跟烏克蘭的兩個市長視訊 然後就當場宣布我要給你多少錢 我要給你多少錢 比較像是一個聖誕老公公式的這種所謂的捐贈 不過現在歐洲西方國家可能都沒有想到 普京會放大決直接把北溪一號就把它停下來 而且是無期限的停下來 所以現在歐洲血雙加雙 更早之前芬蘭的研究機構就告訴大家 藉著能源的出口 其實俄羅斯已經賺到高達台幣4.8兆元 其中對歐盟的出口還佔了一半以上 所以我們大家也納悶 北溪一號關掉 那之前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說的制裁在能源方面都是一場遊戲 一場夢嗎 那德國現在冬季供電可能更加吃緊了 那德國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反核的主師也 民進黨所有政策都是以德國的反核作為例子 引他們來當這個經典 但沒有想到德國現在告訴大家 兩個核電廠延後關閉了 甚至英國還要蓋新的核電廠 整個歐洲的核能政策為之批變 那荷蘭的天然氣的期貨比去年暴漲了358% 德國一年起的電價合約漲了540% 法國電價合約漲了更厲害 790%相當的驚人 台灣現在可能要擔心 我們之前整個軍演的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的海運一旦受到影響 結果我們的天然氣 一下說只能撐9天 一下又撐11天 聽起來就相當脆弱 更嚴重的是現在全世界各國 包括英國也好挪威也好 都在搶LNG團 就天然氣的這個船 那英國的液態天然氣漲了將近50% 挪威漲了幾乎是翻倍了 是相當驚人 全世界都在搶這個船 所以那個時候軍演如果再拖久一點 其實根本撐不到11天 台灣根據去年的發電量 其實我們燃氣真的距離50%相當的接近 已經到42.5% 那一樣跟人員行息相關的 昨天有個新聞 池上的這個香米 大家都知道池上米很有名 一片都綠油油的稻田 專門在種米的 但居民抗議了 他說你怎麼拿我們種米的土地去種電 種電的這些太陽能板 它上面有很多化學的這些清潔液 或者是這些太陽能板 對於稻田的傷害非常非常的嚴重 對環境的污染是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所以他們認為說 怎麼我們以前都是在種米的 結果你現在種這種有毒的東西 居民都抗議了 封街 數百位鄉民都去抗議 那台唐說 好了這個計畫我們再來研究 部落當地的民眾其實抗議很大 兵哥怎麼看一連串的能源政策 其實俄羅斯 他為什麼敢直接把北溪疫號斷掉 因為其實 他在能源上賺了非常多錢 你以為看起來好像是國際在制裁俄羅斯 實際上我看現在真的被制裁是歐盟 歐盟被制裁得很慘 莫名其妙俄打一仗 結果結果整個歐洲物價翻騰 然後那個通膨非常嚴重 現在英國預計到明年可能通膨變百分之二十二 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我聽我一個加拿大的朋友說 他們特別有人開車 跑到美國裡面 他們住加拿大 開車去美國體驗一下什麼叫通膨 所以他們點了隨便一餐 台幣要三千多塊錢 我聽到就不可思議 貴得非常可怕 那俄羅斯 你們七七這些國家還在想說 我要訂一個天然氣跟油價的上限 你訂上限幹嘛 我根本理得 我賣都不賣給你 我就不要賣你就好了 我覺得他們腦袋燒壞 亞洲是求之不得 對 他們腦袋真的完全燒壞了 是你要去求對方賣給你 結果你還訂一個很硬的價錢 你是有什麼事嗎 你腦袋有什麼洞嗎 我真的不知道歐洲人這些腦袋在想什麼 但是我覺得歐洲至少比較務實一點是什麼 就是你看 他們現在德國要延 因為實在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核電廠要延長 不能夠直接把它關閉掉 然後法國跟德國也談好了 我們互相交換天然氣跟電力 至少共同撐過去這個中間 可是我請問一下大家 那台灣跟誰交換 我們能跟誰交換 誰跟你換天然氣 誰跟你電力 都沒有 我們台灣都沒有 然後我們的政策 還全部壓住在天然氣上面 我們的天然氣實際上的儲量只有七天 而且我跟你講 隨著明年 又有兩個新的天然氣發電機組要啟動的時候 我們天然氣會不夠用 那現在四階又來不及見 三階還沒蓋好 所以台灣的情況非常嚴重 都是民進黨完全錯誤的能源政策 然後現在 你又到處在那邊搞這些光電重電 你知道我那天遇到文三伯 文三伯跟我講說 以後魚會越來越貴 養殖魚類會越來越貴 因為撈不到魚了 不是 因為現在魚汶都拿去重電 對 一大堆都拿去重電 因為他養魚也不見得好 豬舍不是也是嗎 豬舍的物點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對這些農民來講 我有政府補貼 然後現在反正 因為很多銷量 可能去中國大陸的路都斷了 也沒有辦法再外銷了 那我乾脆拿來重電 那你大部分的這些 本來是要給我們種稻米 養魚的這些地方 全部拿來重電了 以後稻米跟魚都貴了 而且你可能也吃不到 這就是台灣莫名其妙的問題 而且光電的致命缺點就是 它沒辦法儲存 你目前沒有辦法儲存 所以只要太陽一下山 你就再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 台灣的未來 真的會不會自己害死 新北市的永和很離奇 過去的這四年當中 發生了三起的分屍案 而且還把它做成人質 為什麼會這麼密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